池志强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突然入狱 改变了他的人生 有意思的是 入狱的原因 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什么 都是男女之间 你情我愿的正常性关系 双方都是未婚 连通奸都算不上 用池志强自己的话来说 如果放在20年后 他的事情根本就不算是个事 池志强于1958年10月16日 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父亲是一个警察 后来担任分局局长 因家庭的原因 池志强从小被严格的管教 他的愿望也是长大了当一个警察 池志强从小就是个帅哥 少年时期就很英俊 是很多女同学梦中情人 直到今天都是 初中毕业 乃有小生的长相 加上天生的表演才能 他开始考虑从事演艺工作 正好此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招手演员 他经老师推荐报名 通过层层的筛选成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培训班的学员 当时是70年代 社会上还在崇拜军人 喜欢鹦鹉强壮的男性 而池志强却是儒雅温柔的另类 就是因为这个另类 让池志强大受女性观众的欢迎 他的事业非常的顺利 1973年 池志强经过短期的培训 参加拍摄了实习电影 燕阳天 要知道 这仅仅是他进入片场的第二年 1974年 池志强参加拍摄 以反映大庆石油会战成为主题的电影创业 在片中饰演技术员魏国华 该片在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式上放映 池志强开始被人关注 他才16岁 1977年 19岁的池志强参加了影片《暗礁》的拍摄 饰演机智果敢的公安侦察员陈敏 是一部反特影片 讲述了我公安机关 粉碎蒋帮潜伏战略小组 破坏我远洋航行计划的故事 池志强英俊潇洒 面如温玉 演技高潮 迷倒了一大片的女观众 池志强事业的顶峰 是电影《小字辈》 在《小字辈》中 池志强饰演了一个消极落后 满腹牢骚毛毛躁躁的公交售票员 他表现极佳 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演员 1980年 《小字辈》获得了文化部优秀电影奖 含金量大大高于了今天的金鸡奖百花奖 凭借这部电影 池志强与唐国强 刘晓庆 陈冲 潘红等11名青年演员一起 获得了文化部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 受到了邓颖超 王震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随后的几年 池志强事业越来越好 以他被捕的1983年为例 当年就在《顾此诗笔》 《前影》 《西兆街》 最后八个人等电影中担任主演 并为日本影片任正配音 八三公子的日本儿子就是 此时 他不过是25岁 已经红透本明天了 池志强自己回忆 他只要一外出 肯定被人围着 创业完了 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的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 大众电影上越越有我 《西兆街》拍完了 82年去南京电影制片场 拍月到中秋 当时我们演员和今天不同 都是办军事化的管理 拍戏期间跟外界都不接触的 很少外出 不过因为名气非常非常大了 你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你 那时候人淳朴 也没签名合影这一说 就是围着你 跟着你看着你 看猴一样 指指点点的 看电影明星 池志强 除了普通影迷以外 池志强每到一处 都会引起社会精英阶层的热情招待 吃饭请客是寻常事 更有各种高规格的招待 当时很多的高干子弟也很迷池志强 他们的生活和普通老百姓不同 非常的优越 可以接触到很多老百姓碰不到的事物 享受很多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待遇 比如在文革中 林立国居然敢自己收听西方摇滚乐 他家中还有进口的29寸大电视 当时中国人有个8寸的电视 就绝对可以牛逼到周边几条街了 池志强和这些高干混在一起时间并不长就出事了 池志强自己写道 有一件事导致了我后来一生的转变 刘晓庆张连文赵连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他们来南京演出了 我也在南京拍戏 当时特别的高兴 弄了两瓶茅台 大伙一起聚聚 他们演出结束后要走的时候跟我说 小池能不能找几台车送送我们 他们人多 有去机场的 有去车站的 那时候没有私家车 所有的车子都是机关单位的 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 可是我这人有热情 重朋友 就一口答应了 我找到当时组织上安排给我开车的司机 他是省委小车队的 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 司机很机灵 他说你池志强说话借车 肯定有人愿意送 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 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 就这样 我认识了比我大十岁的大姐 大姐三十多岁 是个营职军医 大高个儿 很帅气 一说这事 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他说 哎呀 就想跟刘小庆见个面拍个照片呢 能见上吗 我说没问题 马上带着他和他的妹妹去见刘小庆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车 一辆上海轿车 两辆面包车 五辆车浩浩荡荡 气气派派的 把人送走了 我很高兴 感觉特别的有面子 我特别感谢大姐 要请她吃饭 大姐是军人 也很好爽 说不用客气 能认识你 池志强很荣幸 大姐来请你 他拉着我和司机到他家去吃饭 我们三个人 喝了一整瓶的洋河大渠 我是东北人 可是特别不能喝 每次都喝高 但还逞强 当然 这也是为了表达谢意 人家大姐给了你这么大的面子 你喝点酒算什么呢 人家请咱们吃饭 虽然咱们是有名的演员 但人家也是首长的女儿啊 结果 不能喝 加上高兴 就这么又喝多了 大姐是个离过婚的人 家里就她一个 她看我喝得实在是走不了了 就不让走 非留我住她家 她把我扶到了她的房间 我只记得司机朝我起眉弄眼了半天 我当时是昏昏沉沉的 一个劲的就想吐 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司机先走了 我也没多想 迷迷登登的就睡着了 谁知道没多久 大姐就钻进了我的被窝里 说句心里话 我一个年轻小伙子 心里又新鲜又渴望 也没有拒绝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又在最终 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 只觉得怎么那么难受 她就帮我按摩 后来还给我热了杯牛奶 安慰我 池志强回忆 这次之前她还是处男 她有个空姐女友 但当时的人 婚前一般不会有性关系的 不然是流氓罪的 池志强写道 许多年过去了 我与大姐再没有见过面 我一直羞于告诉她 那一次是我的第一次 我当时开不了口 因为我这个人要面子 说起来太丢人了 关于大姐 我后来知道的只是 在我以流氓罪判刑以后 她也被军事法庭审判 同样判流氓罪 服刑一年 开除军籍 这件事以后 池志强开始有了变化 她很年轻 初次尝到了性爱 和另外一种生活 很快陶醉了 你情我愿 也算流氓罪 她写道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跟大姐就拉得近距离了 他们有一伙人 经常在一起跳舞 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 高干子女 那时候的风气 还不允许跳舞 但他们经常跳 有时候也跳贴面舞 今天他家明天你家 到了就说 跳舞吧 音乐一放 窗帘一拉 邓丽君的甜蜜蜜 就飘了出来 就跳上了 后来我听说 邻居的举报里 把我们说得很难听 说我们借跳舞群脚 一大堆男男女女 拉着窗帘 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跳光屁股舞等等 我可以发誓 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 没做其他的 千真万劝 很快 池志强又有了第二个女人 跳舞的时候 有一个姑娘 姑娘且叫她小C吧 她比我小一点 她是部队领导的女儿 她是我的影迷 之前就很迷我 她一直跟我说 真没想到 能跟我一起跳舞 两支舞跳完 她借贴面在我耳边说 明天上我们家去吧 我家没人 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 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 我的心突突突的在胸腔里面狂跳不止 随时都要跳出来 在跟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 我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 我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事 心里又渴望又害怕 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早早的醒了 我坐立不安 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所有的人 我像特务一样 来到了我们约定的鸡名寺附近的公交车站 她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一见面 她把我的手一拽 三拐两拐的就到了她家 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记不住了 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 两只手攥在一起都在发抖 门一开一进房 她就把我抱住了 当然我也抱住了她 我不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 我现在回忆起当时 没有幸福全是紧张 脑中一片空白 这姑娘也是第一次 当时有什么过程完全记忆不起来了 感觉非常快 完了以后就像是不认识一样 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不敢看她了 就要走 就是一个字 走 不行 不能走 我给你做饭吃 她抱着我 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特别的别扭 我们之间只有那一次 我像逃跑一样的走了 我现在开始懂得男人 过去了 后悔了 不敢面对 只能逃跑 我有女朋友 又不能跟她谈恋爱 又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她哭 不让我走 她是真的喜欢我 最后她放我走了 要我晚上再去跳舞 我答应了 可是到了晚上 我就是不敢跟她跳 不敢瞧她的眼睛 紧张 尴尬 好像怕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什么事一样 后来我知道小C判得比我还重 她判了五年 池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几个星期 童大姐和小C发生关系都发生在这一个星期里 她后来管这一个星期叫黑色星期 为了这一星期 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影响了一生 她隐隐有点谴责自己 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 那是一个新生事物的不断进驻 但周围环境依旧保守的年代 交际舞 邓丽君 红旗车 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购到的东西 当时的社会意识中 交际舞就是耍流氓 邓丽君是迷迷之音 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 我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 你问我 撇开这一个星期不谈 其他时间我是个风流的人吗 我不风流 我挺普实的 比较善良 但我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 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不懂得坚决的拒绝 另外 特定的年龄段 一个涉事未深的壮小伙子 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 我内心也有很绵软的地方 会随波逐流 我到了某个场合 就会顺应这个场合 让自己置身其中 因为用车 跟这些人在一起鬼混了一个星期 暂且算是鬼混吧 可是我有工作 我要拍戏 我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去了 我拍戏是半封闭的 比较严格 那是什么年代 那时候谈恋爱 要向单位打报告的 组织不同意 就不许谈恋爱 不到22岁 也不许谈恋爱 这个星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 又有点恐慌 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 赶快停止 不要往下发展 得到了就行了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 有点厌喻 所以这个星期结束以后 我就再也不去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 戏排完了 我离开了南京 当时是1983年 正是第一次严打的高潮时期 让池志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成为严打的一个重要成果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严打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一天 在完线拍戏之余 我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里打牌 突然完线当地的协助我们拍戏的拍出所干警 来敲门 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 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 我还开玩笑 咋了 谁得罪你了 他也不搭茬 只是说你出来一趟 我还没有出门 就这么一探头 一走廊的官局警察 骑刷刷的蓝制服 红领章一大牌 这是干什么 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了南京 果然 干警告诉我 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 拘捕池志强 池志强83年的被捕 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 1983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 按照依法 从重从快 一网打尽的精神 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的打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社会治安不好 成为了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 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 抢劫犯罪 杀人犯罪 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其中又以流氓团伙罪为猖獗 危害一方死无忌惮 不断的有重大刑事案件的发生 同时 大量知青回城后 没有工作和收入 都在社会上闲逛搞事 以北京市为例 当时待业人员40万人 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 就有一个人在街头混 在大好的形势下 社会治安不好 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据官部统计 严打前的1980年 全国立案75万多期 其中大案要案高达5万多期 1981年立案89万多期 其中大案6万7千多期 1982年立案74万多期 其中大案6万多期 1983年头几个月 案件继续猛烈上升 虽然后四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 发案大幅度的下降 但全国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期 其中大案6万5千多期 第一阶段 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 逮捕102.7万人 判死刑的2.4万人 抓捕人员太多 各地看守所全部爆满 本来一个耗子关10个人 现在挤了20多人 搞得只有牢头才能躺着 其他犯人都只能坐着 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的紧张 一方面进行突击性的建设 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 并借用了一些单位的库房 作为临时的建房 重庆当时抓的人最多 一时间手铐都用完了 被迫用麻绳凑数 所有看守所监狱都人满为患 被迫将部分公安系统的办公室 甚至是仓库改成了看守所 抽调民兵刊押 1983年严打时 有这样一句口号 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 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 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严打斗争 打击了许多违法分子 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 和社会生活的安定 收效明显 但是这段时间内 对于某些罪责较轻的犯人 尤其是涉及男女关系的 所谓的流氓罪 打得过严了 强奸罪很多直接就枪毙了 而流氓猥亵妇女的也是重刑 一些你情我愿的行为 也被当作了剧中淫乱之类的 给予了重判 甚至处决 池志强的运气不好 刚好撞在了墙口上 他回忆 当天就把我投到了县看守所 一个小土房子 地上都是草 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 一个戴着手铐 另一个在地下坐着 到处都是臭烘烘的 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 一下子就被投到了这里 根本就不能接受 一下子蒙掉了 他们俩一见我很兴奋 池志强 你不是池志强吗 你怎么进来了 你都可以想象到 我当时有多么的丢人 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 我再一问 这两个人 一个多次偷看女厕所 怕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 较违宪判了四年 说句心里话 把我跟这样的人关在一起 我想想都恶心 可是一想 我还不如他们呢 他们还没有跟女的 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 就这样了 那我还不得死对枪毙呀 这时候采访的女记者笑了 池志强也笑了 你们年轻人别笑 那时候男女关系问题太高压了 而且你不知道严打那会儿 天天枪毙人 那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用枪指着 一大排胸前的牌子 什么强奸犯 抢劫犯 杀人犯 流氓犯 死刑 立即执行 大叉子叉叉一划 命就没了 那时候我心里真的没底 不像现在 人都有法律意识 要是犯罪 你得有侵犯的课题 我侵犯了谁呢 他主动 你愿意 两相情愿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这些词今天全懂了 可当时哪有呀 完线的警察也不知道我具体发了什么事 问我 我能好意思说吗 我就说打架吧 我怎么好气使跟人谈男女关系呢 警察对我挺好的 回宾馆拿了我的牙刷 把宾馆的被子 褥子也带来了 铺在了地上 那两个囚犯都看傻眼了 没见过待遇这么特殊的犯人吧 不一会儿送进来一大桶地瓜煮稀饭 是我们三个人的 两个囚犯马上跳下来吃 我却一口都咽不下 最后他们俩全吃了 我跟公安要了一颗烟 就伸在小铁窗边上抽着 就这么熬了两天 即便是被捕 池志强依然是个名人 第三天 南京来人了 持枪的武警压接着去南京 还戴着手铐 这一路上我丢人丢大了 众目睽睽都认识我呀 武警还说 我们从来没有压接过名人 这次算见识了 到天津上火车 他们三个武警把钱给弄丢了 最后还是我出面 我跟车长说 我们出差钱丢了 车长一看 池志强赶快安排卧铺 四个人的火车票都不要钱 就这样 武警才给我解了手铐 到了南京 一下火车 马上铐上 推进警车 乌拉乌拉地把我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 被抓是因为跳舞 跳舞就是流氓 我们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 要命的是 每次问到跳舞的还有谁 大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第一个准说池志强 我成了领头的了 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 你要主动交代 要是等别人说了 你就被动了 前几天你爸爸来了 你不讲实话 你对得起你爸爸吗 我当时也老实 心想着这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坦白从宽 说的一干二净 全交代了 我心里也轻松了 其实他这事真的不大 和他有关系的只有两个女人 而且都是自愿的 不存在什么强奸或者耍流氓 跳舞倒是存在的 也谈不上什么剧众淫乱 况且涉案的多是高干子弟和明星 公安部门也想低调的处理 释放池志强 回去接受单位的纪律 处分即可了 没想到一篇报道完全改变了一切 又过了若干天 国家某大报记者 谎称是官局的上级来了解情况 来采访我 我听说是上级 心想能怎么贬自己怎么说吧 做了一大堆深刻的检讨 和严厉的自我批评 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资产阶级享乐 向往奢华的生活 没想到我这汇报思想 狠斗私自一闪念 到了这个记者的手里 完全变成了我的罪行 法院还没开始审判 这边的报纸就出来了 大标题 荧幕上的新兴 生活中的罪犯 文章里胡写我如何把天真无知的姑娘 带到了红旗车中 集体淫乱 甚至强奸轮奸 报道一出 举国哗然 原来池志强是一官禽兽 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 赶快枪毙 文章出来以前 公安局已经试图低调处理 他们给我单位打电话 池志强这个案件没有受害者 顶多是生活作风不好 你们单位接回去教育吧 接到电话后 我们厂保卫处的处长刘世荣 英雄儿女里演王城的 立即出发 星夜兼程往这赶 当时长春到南京要两天 就这么巧 他们来接我出去的途中 新闻报道出来了 短短一天的时间 全国各地多少个电话 打到了南京公安局 像池志强这样的败类 退化分子 这样肮脏的人 还留着干什么 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 这样的电话打到公安 打到省委 省政法委 公安局也没有办法 私下对我们单位的人说 现在不行 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 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 他给公安打电话 你们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 就说明事情不严重 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 对方的回答是 不行 现在上级很为难 池志强暂时不能放 后来又追加了一条 池志强案 按流氓罪处理 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所以我们这群 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 全部以流氓罪论处了 红旗轿车里那些女孩 也无一幸免 很多事情 我都是后来到劳改队才知道的 那张报纸 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 读完我就把它扯了个粉碎 法院专门为我写了内餐 中国某某报 严重干涉法院审判司法程序 在法院判罪之前 报纸无权定性 强奸 轮奸 但这有什么用呢 那个时代的民众心里 报纸就代表着官方立场 报纸说的和法院说的 应该是一样的 老百姓搞不清楚 法院最后的判决 他们已经给池志强 贴上了强奸犯的标签 池志强就这样 开启了牢狱生涯 全家 甚至女友 也被严重打击 一开始 真的想死的心都有 我已经有了一个空姐女朋友 这下不用说也吹了 她的父母气得要命 冲到我父母那里大骂 你们家养的就是个畜生 害了我女儿 我当然不怪她 在这种事情中 她也是受害者 对我 她该有多伤心 多失望啊 周围的人都知道 我和她在处对象 这对她的名誉 也是一种影响 当时认为我是流氓和强奸犯 她自然也不是好东西了 我入狱后的半年 她就嫁了 嫁的原因是那个追求她的小伙子表态 我不追究你跟池志强谈过恋爱 池志强在监狱中的遭遇 也和普通犯人不同 在劳改队 我干起活来像一块沉默的石头 煤矿的采石场 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 砸成小石块 砸到虎口阵链 我一边干活一边掉泪 霉黑的脸上 刷出两道白的泪痕 袍地 果园 茶厂 大田 我是真干的 我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苦意 来摆脱内心的痛苦 一次劳改队带我去煤厂 两边是人山人海 都对我直直戳戳的强奸犯 在这种巨大的耻辱下 我泪流满面 我已经这样了 就不多说了 我就服刑 我这辈子当公民 当演员 没系过工 在劳改队 我系了三次大功 当时还有一个信念 我要回到演员的队伍中去 八十年代 一个工人的职位都很珍惜 别说是个演员了 我坚信我池志强是个好人 我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我呢 因为表现良好 四年的徒刑 减刑了一年半 提前出狱了 出狱以后 池志强仍然是生活艰难 出狱前是狂喜 盼着重新获得自由 直到出狱那一天 我茫然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我走不动 两条腿 一条都迈不开 铁门出不去 我去哪 回家 多丢人呐 我见我爸爸妈妈 我怎么见呢 我回场 哎呦妈呀 好家伙 有地方我都得顺着地方爬进去 别见着熟人 太丢人了 门口还有记者来接我的人 一步步走出监狱的门 这哥就是这么来的 劳改队的鉴定是 池志强 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 建议回场 有这么一个鉴定 又有在狱中三次立功的记录 长春电影制片厂很爽快的就接受了我的回归 但同时也说明 回来不能马上进剧团 还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 这是一条最难的路 以前那些好朋友 潘红 刘薇 每天都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我戴着墨镜 不敢跟他们打照面 他们在拍戏 我却拉着个大车 这家宋梅 那家盖房子 修电灯 活沙子 抹墙 做一些临时的工作 但是我有精神支柱 我回来了 我还是厂里的人 为了这一丁点的希望 我也会奔着这个希望走 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 豪华的我适应过了 地狱的我也能适应 所以宋小英拍着我的肩膀说 说墙子好好干的时候 我对这些朋友只有感激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狱中的创作居然红了 接连拍了两部戏 我因为嘴里老是哼哼我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铁窗啊铁门铁锁链 好像是这个 被单位音像公司的人听见了 说不如录个磁带吧 我还有点心虚 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 结果对方说 没事 改给歌磁 磁带录完后 我没有当回事 就跟着李游斌他们上长江的源头 躺鼓拉山 排天鼓去了 等我们从山上下来 到了上海 我才知道铁窗内在全国发行的这么活 电影世界创刊35年 活动在沈阳体育馆 我 颜维文 毛阿敏 蒋大为 众多的歌星都去了 倪平主持 当报幕员爆出 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场 著名演员池志强的时候 万人的体育馆开锅了 红旗 彩旗 人民币 连钱都往台上扔 大学生打出横幅 池志强 我们爱你 我走到台中 整整的五分钟 我没讲出话来 后来我每唱一句 台下就欢声雷动 我就唱不下去了 我后面是毛阿敏 他根本上不了台 观众根本不让他上来 也不让我下去 就乱套了 馆长说 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 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 再一次就是你池志强 这种情景 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本来是去打麻雀的 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 我试图分析人们对他空前的热情 到底出于什么层次的原因 也许是觉得我的星途坎坷吧 激发了观众心中的痛惜之情 也许是觉得命运对我有亏欠 有加倍补偿的意愿 也许是觉得我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需要较往平反 又也许 最简单的理由 是人们在我身上 看到了自己人性的软弱 我不过是犯了一个大家可能都会犯的错误 很快 我的《求歌》系列就遭到了批判和质疑 有人认为 池志强把一种畸形的 反常的不健康情绪带到了社会上 卖弄自己的苦难 骗取听众的同情 铁窗内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从大热到大冷 被人们说得一无是处 这一次 池志强心灰意冷 决定彻底的离开舞台 他跟一位杭州的姑娘结了婚 开始下海经商开酒店 这一走 就是十几年 由于这些遭遇 出狱后的池志强变成了一个特别老实的人 你问我 现在风气变了 在一些应酬的场面 我会不会找小姐 我告诉你 我想 但是我不敢 有一次 我的两个歌迷追到了我的房间 要陪我过夜 我才知道他们是小姐 好家伙 两个陪我一个呀 都是青春靓丽香喷喷的 我不想吗 我一年在外面演出八个月 难道我是和尚吗 但是我不敢 我得拒绝 我太太知道我 她说 池志强是一招被蛇咬过的人 所以绝对不会见了蛇就扑上去 但是我感慨 看看周围的人 当着太太的面 搂着别的女人老公老婆的乱叫 我就想 这世界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要是我晚生二十年 我一定不会坐牢 送大家严打时期无语的事情 一 八三年 还是安徽省邦不是 有一个小青年 名叫李和 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后不给钱 被告强奸 已判刑五年 严打开时改判了十五年 布告贴的满街都是 小伙子不服上诉 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 改判了死刑 哼 这个死刑我觉得还是活该的 嫖妓居然不给钱 第二个 某北京的小伙 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羊牛 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了上衣 硕大的双乳晃动 他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 流氓罪 加菲里外宾 枪毙 网友说 要是换我不会直接去摸 至少也得装成拉架的 然后偷着摸 这不就没事了吗 三 青年因为喝多了 在马路上尿了一泡尿 正好旁边有一群女孩路过 这家伙不必人 还对着女孩们哈哈大笑 被定为现行流氓罪 送新疆了 一泡尿引发的血案这是 四 四川卢州 纳西有一个姓王的小伙子 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 敢亲女孩的嘴吗 结果真的去亲了路过的一个女孩 被抓后还真的被判死刑了 枪毙了 轰动了当地 一个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犯了一个错误 五 我看过当时的材料里最狠的一个 是一个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为 结果判刑了 原因是 客观上起到了 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 说真的 这个看完了我也彻底无语了 六 西岸有一个叫做马彦琴的中年妇女 生性风流 喜跳舞 严达以前 公安派出所曾经找过马彦琴 询问他跳舞情况 马彦琴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舞的男女 有些男人和他有过亲密的关系 派出所的本意是吓一下他 使他不要太招摇了 他们没有想到马彦琴根本不顾脸面 既无法用损害名义 使他有所顾忌 又没有法律能够制约他 只好陪着笑脸将他送走了 83年严打开始 警察们获得了上方保健 将马彦琴收监 还陆续抓损了三百多人 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 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险要位置多次报道案情 这件案子太大 审理一时难以完结 躲过了严打最高峰 直到84年才结案 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 如果高峰时判决 至少枪毙十几个人 躲过了高峰 还是枪毙了以马彦琴为首的三个人 另有三名死缓 和两名无期徒刑 谁说搞破鞋不会死人的 七 那一年我一个邻居的女儿十七岁 初中毕业辍学在家 母亲去世 父亲上班 家中无人照顾 经常和两个小男生往来 也许是发生了性关系 他们家与剧委会很近 肯定瞒不过剧委会的老妇女的眼睛 83年那场演打一来 立刻被逮捕 被冠以流氓团伙的罪名 判刑15年 报道中的破坏了犯罪团伙多少个 这就是其中之一 我特别记得 游街的时候女孩茫然的看着远方 说实话 我同情中 八 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 一入室盗窃的小偷 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 偷走了施主的摩托车车证 摩托车钥匙 然后按图索计 将摩托车开走 一部本田125CC 一部本田125CC踏板市 案发后 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 被追回 发怀了施主 公安机关委托评估部门 将赃物的价值提高至了三万元以上 结果以该小偷盗窃数额特别巨大 判处死刑 我想弄明白 在83年的时候 即使有人买得起价值三万元的摩托车 在中国有卖的吗 九 我有一个同学的哥哥 当年17岁 因与人发生口角 用铁锹拍了对方后背一下 锦青上 判八年 出来后 真成了混世魔王 无恶不作 感叹一下 白宝山当年因为所谓的盗窃 被重判了14年 他认为量刑过重 在监狱中发誓说 我想过了 法律这样判我 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 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 10 河南西部某县 因农户新天小孩 由于地里农活多 年轻夫妇委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看 公婆因琐事 一时疏忽 把小孩单独放在家里外出办事了 谁知回来的时候 孩子已被家里喂的猪 活活的咬死了 只留了残缺的肢体 全家人悲痛欲绝 可是 事情并没有完 正好赶上了83年的严打 该大队没有完成抓捕指标 将公婆二人双双逮捕 判施杀人罪 一个死刑缓期 一个无期 发生了一起悲剧 可是又一起悲剧的发生 让这对年轻夫妇情何一看啊 十一 邻居家的一个工人 因为偷开了两次女厕所被抓 送新疆15年 想想那个年代 也没有洗浴 也没有足疗 哎 也真够这些老爷们呛的 十二 家住丰台的沐永顺告诉我 83年 他把单位的一部闲置的旧电话机 拿回家去用了 被行政拘留15天 做了处罚 严打一来 一事两罚 被逮捕 并判刑四年 他说这种滥抓胡判 毁了他一生 网友说 如果他的事情可以判四年 那么贪污几个几十亿的贪管 要怎么判呢 十三 83年严打中 一个王姓女子 因为与十多名男子发生了性关系 而以流氓罪判处死刑 面对死刑判决 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 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的这种行为 现在也许是超前的 但二十年以后 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 不幸而被言中了 十四 我们单位在上法治课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83年的案例 一个女孩 夏天夜晚在自家院子里洗澡 这时同村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 从门前路过 因院墙较低 随便伸头看了一眼 结果她被女孩发现了 该女大叫流氓 男孩被抓 随即被定为流氓罪 判了死缓 看是正常的 不看才不正常吧 你这姑娘不想让人看 在屋里洗澡就是了呀 过分哪 十五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 一个没有着警服的警察 见到一个人 在自行车棚转悠 喊其站住 并对其搜身 结果警方发现 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 所以认定其为偷自行车的贼 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 该人不从 在反抗警察揪住其衣服时 螺丝刀划破了警察的胳膊 归案后 被判处死刑 枪毙了 对其定罪的罪名前面 好像加上了反抗命三个字 十六 我们这儿有一件事 兄弟两人酒喝多了 遇到了一个卖瓜的 买了一个西瓜 发现不甜 双方发生争执而进行私打 兄弟两人发狠 拿起西瓜刀威胁西瓜佬 抱了两个西瓜没给钱 还顺手牵羊的拿了卖西瓜的五元钱 卖西瓜的气不过 告了派出所 悲催了 一个枪毙 一个无期 这倒是有些活该 让你凶 本案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